新增一例 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是一位女性到卡達工作 這個案5月3日返國時沒有症狀 那主動告知 曾與卡達確診 由機查檢疫人員採檢後送至集中檢疫所 並於5月4日檢驗陰性後 搭乘防疫專車 返家居家檢疫 那個案在返家當日即出現腹瀉的症狀 5月5日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今日確診 只要能夠 跟我們清楚的來表達以前發生過什麼樣的 情況 那就會受到我們最大的保護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也相信在 說未來 這些案例一定會越來越多 我想誠實已告 就是利人利己 那政府也一定會站在 只要在疫情能夠誠實已告 那政府一定 百分之百的保護 那也希望社會對於相關的這樣的人 不要就造成一個對立 要關心他們 關懷 他們 我們會有在這樣的一個比較和諧的 情況 那我們的疫情才能夠控制的越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就越來越大堆了 我們就可以跟你玩了